請教一下貴醫師 你有辦法感受 就是人家這樣等很久 看一時就結束了嗎 做病人的時候有辦法感受 我自己做醫生是 除非人家抱怨是不會感受的 所以剛剛這個問問題 所以我們病醫現在電腿裡面有一個 交病人怎麼問問題 因為病患自主權 這條法源是病患自主權 所以你要問幾個 為什麼 我為什麼會不舒服 我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症狀 你的診斷有哪些可能性 那如果你開這個藥給我 我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副作用 治療可預期的效果大概如何 教病人怎麼樣來問問題 來確保每個病人 你有剛過那個病患這樣 很溫暖說問題嗎 年紀大一般來說就是 比較不會像這個 你就算教他也不知道 進來就說 就直接我們就必須要 多花一點心思去跟他溝通 所以這種被人看的時間 就比較久了 但我覺得也不見得 像我自己本身在醫院 那我們知道醫生 真的有時候看一個早上 可能要看六十幾個很忙 我們自己醫事員 一定會想好問題 進去就講 比如說你要看感冒好了 我就會說 我三天前就開始感冒 然後什麼症狀 然後持續咳嗽幾天了 然後流鼻水 然後現在是怎樣 那醫生可能我們也是很快 大概兩分鐘那醫生就下診斷 然後就說你拿什麼藥 你要吃什麼這樣 可是我有一次 帶我弟去看骨科 我弟也很年輕 那時候他也不到三十歲 然後他就是那個腳 他的腳 好像是爬樓梯 還是什麼扭道這樣子 因為他平常也有運動的習慣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我們醫院有那個骨科醫師 你要不要先給醫生看一下 看要做什麼檢查這樣 然後他在我家明明就講說 這個我腳怎麼會痛 走路怎麼 手腳會痠怎麼 就講得很好 就一進去 他就坐著陪他進去 他都認識了醫生 這個 然後他就不講話 我說你跟醫生說 我就這樣 你跟醫生說你怎麼樣 然後他說 我腳有一點痛 一句 然後我說你還有啊 然後後來我就受不了 我就說 你就跟醫生講你怎樣 發生什麼事 是從疊下來 然後是右腳痛 左腳痛 你面腳踝 你面痛 那你以前可能有運動傷害 所以現在是復發 還是說你是新的病症 對 就要講啊 要不然你知道我們那個骨科 確實很熱門啊 三肩耶 三肩在跑耶 他可能坐到你這邊的時候 他就問說你怎樣 我弟就說有點痛 就這樣耶 你很急啊 那為什麼你弟弟又變這樣 其實我覺得很多病人都這樣耶 因為有時候我帶我朋友 進去看醫生的時候 他也是在外面講的 就是好像很嚴重這樣 然後進去他看到醫生就說 那個好像有點不舒服 醫生就一直要問嘛 有時候碰到可能比較忙的醫生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很 就是問得很詳細 然後又說不舒服喔 檢查 通常都是檢查嘛 先去照一次光這樣 然後他出來就說 可是我照過了耶 就是他出來診間之後說 可是我在上個醫院照過 我說那你剛剛為什麼不講 對 就是病人的那個煩 可是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進去之後他就茫然了 醫生就照了 一直說他就去照 可是我上個禮拜 在別的醫院照過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帶來 他說要帶來喔 其實很多病人會有這樣的問題 是... 是不是有白跑恐懼症 對 看到醫生就好像會怕 那種感覺 就是會好奇喔 很奇怪 本來在家裡真的 有他痛到要死 肚子痛到要死 去到那裡 醫生看下去的時候 那個就覺得好像好奇喔 要聽 其實我們小時候去那個 診所啦 其實我們這裡沒有 診所沒有診所 沒有醫生 是車腳 這樣那個有分別很重 其實進去那邊都會害怕 一定住廂嘛 住廂就已經不舒服了 回去吃的油又痛一痛 所以其實有時候 小時候的經驗會讓長大 有一點點恐懼 對 那翠芬妳這邊有碰過那種病人 要馬上吃傷的嗎 有 像我們很多病人其實都很焦慮 然後很焦慮的狀況下 因為我們諮商跟看診不一樣 對 看診的話我們是現場掛號 現場看診 所以不能預約 可是我們諮商是全部 全部都是事先預約好 不太可能會有一個人突然跑來說 翠芬心理師我要做諮商 這樣是不太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都要事先安排好 所以看診跟諮商的體系 是不一樣的 那我就真的有遇過 有那個當事人 他就一跑來 他就說他要找某某心理師 那剛好我出去倒水 我就跟他說 那個某某心理師 他現在正在諮商 要麻煩你等一下 他就說你立刻去叫他出來 然後我就說好 我幫你寫一個紙條 還這樣塞進去 那個心理師的那個門 門縫下 然後讓他接到 說我已經把你的訊息 告訴他你要來諮商 我已經把訊息帶給他 他就說不管 你現在去把他叫出來 然後我就說 我可能沒辦法 那我要進去了 然後他就立刻衝去 把敲那個心理師的門 一直狂敲 然後再有那個心理師跟他說 請你稍等一下 然後稍坐一下 他那個焦躁 已經到了那種就是 一分鐘都不能等 你立刻要出來 那我也有接過這樣的電話 就是接電話說 他要找某某心理師 我說他現在正在諮商 請你稍等一下 他就說你沒水沒淚 我現在這麼痛苦 你去把他叫出來 跟我講話 然後我就說 不好意思 他現在正在諮商 我們就像鸚鵡一樣 不斷講 請你稍等一下 然後他就說 不管 你怎麼可以無視於我的痛苦 說一直罵我 一直罵我 後來我真的沒辦法 只好說 那不好意思 請您待會再打電話過來 我只好趕快把他掛斷 因為我也要有我的工作 所以有些時候 我真的會覺得 他們有時候在焦慮的狀態下 真的會做一點非理性 那還有他們來 因為太焦急了 想要立刻解除他的痛苦 他就會說 今天我來 你要把我的頭痛 我的哪裡不舒服 全部解決好 然後醫生就說 要給我們一點時間 因為用藥什麼 就要給一點時間 他就說不管 你今天做完 一定要所有的痛苦都沒有 我要說砍頭 如果你還是讓我痛苦 他真的 他如果今天還是痛苦 回家睡不好或是什麼 第二天他會來 他來了之後 會在那裡面說 你為什麼昨天 沒把我的痛苦解除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到最後我們只好請警察來 這麼嚴重 是 因為他就不肯走 然後要我們立刻 把他痛苦解除 我變成我們很痛苦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那王醫師有碰過 很疲勞的病人嗎 就是很盧的 有啊 這種 其實這種在現在的病人 其實什麼樣的人都遇過 對 那很盧的就是 他其實沒有病 可是他會一直要來看 就是他就說 我的月經就不正常 量就很多 可是我們超音波檢查 就是沒事 可是他每次就會 因為他講的是他 在家裡的情況 就沒有問題 對 然後抽血也都沒狀況 那他主要就是 他變成看病 他就是那種就醫的五六十次 那會被人家健保局 同危險的 就很多是 他就變成每個禮拜 不看你他怪怪的 對 然後我就說你 對你就讓他看一下嗎 看得你他比較舒服 對啊 他就是會這樣 就是很怪的那種一種病 我就說你要不然 因為我看他的病 過去病歷 他也看過身心科 他有一些憂慮的那種 我說你那邊藥有沒有在吃 他說那個藥都騙人的啦 那個吃都不會好的 對 我說可是你沒控制 你就會很擔心 你會這種問題 他就一直跟你 你跟他講這邊 他跟你講這邊 就一直在繞繞繞 以前看這種病人 有時候一哥就要花三十幾分鐘 跟他講很久 然後最後就說 你如果大家都這樣看裡面 那會瘋掉 後來慢慢的 這種人你要慢慢 有點像你要慢慢的收服他 你要順著他毛慢慢摸 後來他每一次來 他就會知道你的習慣 對 那你的習慣只要配合好 他每次來說說 你這次來又有出血我檢查一下 那我跟你講正常沒事不用吃藥 OK 他就走了 聽說你碰過那種 帶女兒來看你的診 然後其實比較麻煩的是媽媽 對 媽媽非常麻煩 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碰過一個這樣的一個病人 他大概四十一歲 四十二歲的一個女生 他一來他就說 我之前在宜蘭 我來你這邊 我是從宜蘭過來的 然後過來的時候 那時候宜蘭的那個醫生跟我講 我那個子宮腔有沾黏 可是我現在想要懷孕 可是我沒有辦法懷孕 那我怎麼辦 他就問題丟出來 那我說那我們檢查一下 曹安波看是還好 但是我就說 那既然叫我幫你檢查過 那我們基本上就 可能是這樣子 那要不然就是你很積極 要不然就我們做一些檢查 看疏卵管有沒有通 然後子宮腔有沒有沾黏 這些問題 就是跟他講了一些檢查 然後講說 可是你確定做檢查會懷孕嗎 我說你不檢查 我怎麼會知道呢 可是我之前很久很久以前 十年前有檢查過 那我就說十年前 跟現在身體不一樣 那我上一個男朋友 他說我們曾經懷孕過 我說那是很多年前吧 可是我現在這個男朋友 跟我講說 我要懷孕他才要娶我 那快鬼打牆了 故事都開始亂了 你知道嗎 我說男生不一樣 懷孕的機率當然就不同 你不能這樣講 雖然你是同一個人 對 可是你又間隔十年 而且你現在四十一歲了 就是很奇怪 然後結果解釋 我說第一個 能不能懷孕 還是子宮有沒有問題 雖然有沒有通 卵巢功能好不好 就講了一遍 然後後來他就說 可是我還是要努力懷孕 你不讓我懷孕 我怎麼結婚 可是 那要不然你就做四管嬰兒 可是你現在沒結婚 怎麼做什麼 你讓他懷孕 沒有 他要我們如何讓他 能夠順利的懷孕 對 對 被他講的 他就一直在那邊繞那個圈圈 然後講了一大堆 你知道我一 然後最後講說你要檢查 可是我從宜蘭這樣過來 很麻煩 因為在台北市不方便 你就開始跟他繞 你這樣繞就十幾二十分鐘 過去了 然後解釋完就說 如果你想懷孕 一樣 做四管嬰兒最快 那可是四管嬰兒 一定要結婚 然後又來了 可是我就是要懷孕 才能結婚啊 可是我現在沒有結婚 我怎麼懷孕 你看又來了 對 然後好 那沒多久 我說那不然我們就 先檢查再說 你總是要結束 這樣已經快半小時 你不能打婚嗎 不行 病人會客訴喔 好 病人會客訴 然後後來沒多久 碰 一個門開進來了 一個看這樣 是他媽媽 你看那個打扮有像 因為他那種 那種身心 就是精神方面有點狀況 那種長得很類似 他拜託 對 遺傳的那種概念 就是那種精神病人看臉 有時候就大概知道 他媽媽進來就說 醫生 我女兒怎麼樣 我說他 就大概簡單秒說 他有這個 這個問題他都沒跟我講 然後他女兒講說 我為什麼要跟你講 他跟他女兒兩個就鬥起來了 我就說 那你女兒應該這個問題 我剛才都解釋完 我今天也是特別來的 你再跟我講一次 剛剛已經不三十分鐘 然後再講就變三個人在吵架了 他女兒跟他就是這樣子 這樣一直爐下去 沒完沒了 沒完沒了 對啊 然後後來就做檢查 我就說那你們先去做檢查 那說下禮拜做完檢查 我跟我女兒還要再來 我說好 就這樣子 對 就很拜託這種人 不要再來 恐怖 對啊 你沒有把它轉介到 我婦產科名醫